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个让人关注的新闻 首先特朗普在遭遇刺杀未遂后 首次公开亮相卡六克森猛烈抨击民主党人 甚至将南希·佩洛西比作一条狗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接着我们看到银行业 正在经历厂大变革 多家银行宣布关停旗下的直销银行和PP 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由于定位不清晰 获客能力不足和产品同质化等问题 最后新展正确的股权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 上海国资泥减持其40%的股权 这一消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参考消息报道 特朗普在一周前减遭刺杀后 首次竞选集会上火力全开 猛烈攻击民主党人 他嘲笑众议院前地长南希·佩洛西称他为狗 并讽刺现任总统乔拜登的软弱 特朗普的演讲充满了侮辱性语言 他重复了关于移民经济和选举欺诈的言论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激起支持者的热情 他还声称民主党人计划在拜登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将其踢出局 在谈到佩洛西时 他入嘲笑声 在谈到佩洛西时 特朗普毫不客气地称他像条狗一样攻击拜登 像臭虫一样疯狂 中国基金报报道 直销银行APP正迎来关停潮 多家银行近期宣布整合直销银行APP 以节约成本和整合资源 民生银行最新宣布 将于2024年7月15日 整合直销银行APP与手机银行APP 短短半个月内 汉口银行、哈密市商业银行、东莞银行等 也宣布停止直销银行运行 分析师指出 直销银行APP获客能力不足 功能重复、产体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使得银行选择关停并进行资源整合 直销银行自2014年兴起 巅峰时期曾打百余加 但自2017年起开始批量调整 这一变化反映了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战略调整 未来或将有更多直销银行而批费关停 中国基金报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合资券商新展证券的国资股东 迷转让其持有的大部分股学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近日挂出两则产权挂牌转让信息 涉及新展正确19 83%和20.17%的股权转让底价 分别为10.08亿元和4.08亿元 新展证券成立于2020年 由新加坡新展银行控股 近年来盈利状况不佳 2021至2023年连续亏损 此次股权变更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转让方这是基于 各方战略规划的正常商业安排 近年来中国正确行业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已有多家外资控股券商在中国市场运营 网易资产在今年的表现显著 红利指数涨幅超过8%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 等巨头的股价均创年类新高 过去三年中市场情绪悲观 但高股息强现金流和低估值的股票 却在悄然走强 红利指数相比2020年初上涨了近18% 投资者常常纠结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更因关注的是它价值几何 红利指数当前的股息率为6.14% 滚动市盈率为6.8倍 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能源股和金融股的股息率尤其高 眼矿能源和平美股份的股息率超过9% 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股息率约为5% 红利资产的风险虽高于国债 但迄今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依然具有吸引力 投资者应更多关注资产的内债价值 而非短期行情波动 耐心持有时关键 网易报道基金业竞争激烈 尾部公司股权打折依然难以转手 近期两起公募股权流拍事件引发关注 东海基金22.6027%的股权 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上 两次拍卖均无人出价 前海联合基金30%股权 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上也无人问津 而业资源和人才向头部公司集中 中小公司面临较大生存压力 基金公司股权变更频繁 但中小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一降再降 挂牌后依然少有人接手 经营困难的基金公司牌照价值吸引力不大 买家考虑能否经营好 未来经营不散的尾部公募可能会选择直接注销牌照 特别具有全景的基金产品 可由其他基金公司接管 新国九条明确支持头部证券基金机构 通过并购重组提升核心竞争力 网易报道 随着地球变暖 全球电网故障停发 2024年初夏 黑山首都波德哥里查在次热阳光下 生活几乎停滞 交通信号灯熄灭 互联网崩溃 安全警报因断电而响起 退休警官德拉戈 马蒂路维奇描述了断电一小时后的恐慌 全球各地的数亿人 面临停电风险加剧的问题 电网故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 而威胁公共安全和经济稳定 暖或极端天气事件频繁 给电网带来巨大压力 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大 对电网基础设施的投资 提升其热性和适应能力 以应对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 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网易马克 扎克伯格·马克·萨克伯格·马克·萨克伯格 在采访中描述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达姆传造一枪机后的临危反应 他称这种反应 霸气十足霸的血鼓舞人心 展示了特朗普深得人心的原因 扎克伯格在加州 门路帕克的公司总部 接受采访时表示 看着唐纳德·特朗普中枪后站起来 在国旗下振臂高呼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牛X时之一 尽管如此 40岁的扎克伯格拒绝为特朗普过现任总统 乔·拜登·周拜 拜登·周拜登背书 表示自己不打算介入此次选举 网易本周 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今年以来 最为动荡的一周 美联储降息交易和特朗普回归交易 主导市场定价 导致高位的美股纳指 日进225等大幅调整 而低位的美股螺数 2000指数、2000指数 而股毛指数等则底部反弹 国家对护盘力量足以增强 护身300指数更是走出九连羊 分行业来看 分行业来看 农林牧鱼、食品饮料等行业领长 而轻工制造、通信等行业则领跌 周末重磅消息包括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加厉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政策措施 进一步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 与此同时 感染了新冠的拜登 面临日益增大的退选呼声 有时候他已开始认真考虑退选问题 网易、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根基是经济形势的变化 本文以史为鉴 探讨了罗文刚背后的房地产市场 美国房屋施工数据见顶滞后 新胎工数据3到4个月 而我国新胎工与施工面积的间隔 约6个月 预计我国房屋施工面积 将于2027年9月降至 约3.2亿平方米 较今年6月数据下降54% 迅工端对钢铁行业影响有限 因此观察美国房屋销售数据作为替代 发现预期 房地产销售数据距离行业底部仍有距离 整体而言参考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数据演变 认为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景气度可能暂未见低 但无需过于悲观 基本面将在周期中逐步修复 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根基 假如我国经济周期企稳回升 房地产行业也有望回暖 网易 渠州人的嘴是真点啊 这句话最近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因为许多人没想到 顶及食材鱼子酱竟然是浙江渠州的特产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和出口国 供应全球超过60%的市场 其中渠州的出口量占全球供应总量的三分之一 早在十几年前 渠州科城区通过与杭州千岛湖巡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 引入先进的养殖技术 利用烏细江上游的优质水资源 建立了1005的巡鱼养殖基地 通过科学的生态网乡养殖入地流水养殖模式 渠州成为亚洲最大的巡鱼养殖基地 并且鱼子酱已经出口自42个国家和地区 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交通枢纽位置 加上科学的养殖模式和政府的支持 使得渠州的鱼子酱产业蓬勃发展 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 还为农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网易 宝马汽车因拒步交车和临时加价的问题 在全国多地引发了巨大争议 尤其集中在i3X3、三系等车型 许多消费者在提车时被要求临时加价3万元 引发了不满和投诉 此次事件暴露了宝马在价格战中的失败 尽管宝马、奔驰等豪车品牌 在降价促销中投入了大量资源 但销量并未如预期增长 反而出现了量价双刹的局面 宝马4S店的临时加价行为 也反映了车企和经销商之间的矛盾 车企压榨经销商 经销商在压榨消费者 最终损害了品牌声誉 此次事件提醒车企在市场竞争中 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策略 只有追求极致性价比或提供优质服务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网易 中复利的辞职为接班二代们上了一刻 中复利在一封公开信中宣布辞去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并表示自己被逼走 中复利和其他股东高层之间的博弈 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主要原因是他在经营理念上 与父亲中庆后有本质分歧 中复利推行现代管理模式 他提拔新人 但这引发了内部的强烈反对 中复利的改革并未取得显著成果 反而导致企业内部矛盾计划 他的辞职也暴露了家族企业 在接班问题上的普遍难题 中复利的经历提醒企二代们 接班不仅需要能力 还需要策略和人脉的支持 对于企一代来说 也需要慎重考虑接班问题 如何平衡利益格局 锻炼子女的心性 才能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刺客本周市场表现整体偏平淡 上证指数以微涨收盘板块封面 半导体金融公共事业表现较好 汽车消费除食品饮料外有所下跌 北向资金单周累计净流出193亿元 是7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流出 然而二股表现整体 原因在于市场开始交易重磅会议预期 随着会议的结束 以及后续配套政策的逐步落地 未来二股市场的交易 也会以此为基础展开 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 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部分重点改革方向进行进一步阐述 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利探板块 薪资生产力和供应链安全等方向 中央行证券统建券统计 近四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 市场多处于阶段性底部区间 会议后市场风险偏好逐步企稳 大多迎来了阶段性行情 短期内市场预计 依然会是红利打底成长进攻的配置策略 红利股优选央国企 网易本周而股继续小幅反弹 上证指数涨0.39% 深圳层值涨0 56% 创业板值涨2.49% 港股权限走入 横指跌4.79% 恒生科技指数跌6.49% 美股方面到指本周内涨0.72% 纳指内跌3 65% 标普500指数内跌1.97%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 GroperNi发布轻量化模型GP T4O Mini上海将启动无人驾驶汽车公开测试 香港小伟为旧农夫三权事件致歉 公务基金最新前十大重仓股出炉 名王登顶 麦菲Q 二财报显示 营收95.59亿美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44% 欧盟或大幅降低大众及宝马两款中国产电动汽车关税 阳光电源与沙特FBLG矮跌签约期 AG Word储能项目 微软预估系统故障影响全球近850万台相关设备 美国芯片公司市捷蒸发超5000亿美元 特朗普发誓上任首日就结束电动汽车政策 市监局调查统一方便面酸菜薯头事件 优异库高管称中国消费者心态变了 讯导数据显示暑期旅游市场呈现量涨价跌态势 测试价格战结束等 网易中庚基金公告邱洞荣因个人原因 自7月19日起卸任中庚价值领航等 5支产品的基金经理 同时不再担任中庚基金副总经理等职务 此番人是变动前邱洞荣不仅是 中庚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也是公司任职年限最长的基金经理 此外邱洞荣持有中庚基金9.73%的股份 市公司第四大股东文注具显示 截至今年二季度末 中庚基金旗下共有六支基金 总规模为189.72亿元 而邱洞荣在管规模就达到147.08亿元 占中庚基金总规模的七成以上 以此传为影响 今年二季度 邱洞荣的管理规模出现了近三年来的 单季度最大降幅 与今年一季度末的198.54亿元相比 缩水热51.46亿元 降幅超过25% 与一季报相比 邱洞荣在二季报中的投资策略 关注的行业并无太大变化 但在个股的选择上 无资产品均对重仓股进行了大手笔的挑换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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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